多藏在青沙帐里的王后军肯定该出来了 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在地里吃玉米和土豆 他需要寻找食物 果然到了上午9点30分 110指挥中心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突然打进了报警电话 一个老人的离奇经历 搜捕工作开始出现转机 诡计多动的对手困难重重的环境 警方究竟该如何擒拿这只惊弓之鸟 一号通缉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这天上午 大清市110指挥中心 接到一个重要电话 喂 喂 你好 邮玲吗 对 急速感 你那逃犯已经在这儿 在哪儿 喂 喂 在哪儿 搁人 头脑厅 在哪儿 现在正搁这儿呢 搁我挖房子 在哪儿挖房子 三十多岁穿黄大鱼 老妹不堪 跑了一宿 在哪儿挖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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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呢挖房子 双挖 你急速转 转你永远来往手提通啊 不是 你得说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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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 由于接警人员没有听清变化那边所说的地点 所以即使接到指令后 现场的搜捕人员只能干着急 王后军肯定已经离开了青沙堂 那么报警变化所说的地点到底是哪 就在民警们交继万分的时候 110的报警电话再次传来了刚才那位老人的声音 这江湖的哪里都顶着脑袋上 在什么位置是新安江吗 哎呀你咋还 别告你办外面 你说告你把三岁找人到头天不去找人吗 老人的气不成声让大家感到一定是出事 此时此刻安抚住老人的情绪 问清楚地名极其关键 调查评论 谢谢大家